大楼火警酿成四人死亡 而这栋大楼也曾经有过繁华的时候 1993年完工开幕 有KTV 游乐场 百货商场等进驻 不过开幕几年 陆陆续续发生过三次的火警 造成人员伤亡 店家陆续撤出 大楼变成了废墟 直到几年前 大楼管委会主委 同时也是旅馆业者 看好大楼的位置跟发展性 买下了六到九楼 耗资了八千万元改为商业旅馆 碰上疫情 再改成防疫鱼管 没有想到如今遇上火警 心血都被烧毁 乔友大楼三十号晚间火警 导致四人死亡 不过这栋大楼 其实过去是彰化市区 热闹繁华的大地标 一楼是游浴场 二楼这是撞球 那是以前的 好像也有溜冰场之类的 好像还有酒店 有有有 乔友大楼在1993年完工 风光开幕式一栋综合商业大楼 曾有KTV 游乐场 百货 商场等进驻 但因为多次的大火公安事件 商家陆续撤出 1997年10月 一场火警 当时有20多人受困大楼内 烈焰和浓烟弥漫了整个大楼 1999年6月 又有一场火警 造成人员伤亡 到了2005年 甚至有人失忆 纵火导致原本人来人往的大楼 变成人烟稀少的废墟 直到这几年 乔友大楼管委会主委 也是这家防御旅馆业者蔡敬峰 看好大楼地理位置以及发展性 买下了6到9楼 耗资8000万 把7到9楼改为彰化县 首家聚能型旅馆 但没想到碰上疫情变成防御旅馆 却又遇上第四次大火 是停业 早期就停业 五楼准备要做防御旅馆 可能因为一楼他没有营业 如果他有营业他会管 就是因为最近三期他没有营业 就会有一点松动 有合格的 目前你要请那个 反白就做清晓后 那个动作做完了 我们才能够进去 本乔御火重生不料又缝助容 不但让旅馆业者心血泡汤 还带走四条宝贵生命 葬身火箍的悲剧 让这栋大楼再次陷入火灾阴霾 这张话综合报导